随着网络科技技术的不断发展 黑客所用的窃听技术也越来越高级 从入侵办公电脑到渗透公司服务器都层出不求 而现在商业机密也越来越被看重 大家在安全方面的意识也在逐渐提高 但是就在前不久 深圳某知名投资公司的一份高层会议内容 在各种保密措施下还是惨遭泄露 具体的经历的话 当发现机密文件泄露后的第一时间 这家公司就开始了内部人员自查 并且请了国内某研究所的信息安全专家 对公司进行安全排查 我们先看它里边有没有窃听器 那么我们通过常用的手段排查出来是没有的 然后我们又排查说 看看有没有远程的光纤或者电话线路 还有一些其他的通用的 全部排查完以后 他们还是发现有些信息泄露了 那么我们就在里面布了一个激光检测的一个设备 发现有一些异样 那这么我们就确定是激光窃听 从窃听装置到黑客的渗透方式都逐一进行了分析 激光窃听这种手段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常见 通常用在一些重要层面上被专业人员所使用 美国的冷静事件就爆出 在海湾战争中 美国曾用一种激光窃听枪 将激光束发射到伊拉克将领的汽车反光镜上 来获取重要情报信息 那么这种激光监听设备到底有多神秘 它的功能真的这么强大吗 我们在有关部门的配合下进行了一次真实的体验 实验员在一辆汽车内正常聊天 在距离声援大约300米的位置 测试员利用专业设备仪器对这辆车进行监听 为了让摄像机能够直接录到声音 我们把监听到的声音接入车载音响 我们现在正常说话时 它的分贝在70左右 我再稍微说重一点的话 它会突破80 那么70 80左右 这个值一般是我们正常人说话的一个分贝 那么我不知道现在它那边能不能听见我说话的声音 现在基本上可以听一听说它们在干嘛 现在基本上可以听一听说它们在干嘛 我现在说话说轻一点看看它那边能不能听见 那么我稍微把声音压着说的时候 它的分贝也是在50左右 测试发现 即使是在说悄悄话 虽然只有40分贝 而且还在300米之外 监听者还是能够听到你说的每一句话 这位信息安全专家说 这种激光窃停装置听起来很神秘 但原理很简单 组装一套这样的设备也很容易 这样一套简单的演示设备 有效接收距离只有一两米 是完成不了窃听任务的 在现实生活中 如果有人真的组装窃停工具 用的是工业级桥梁激光测诊仪 稍加改动就成了激光窃停器 桥梁测诊仪是对桥梁的安全评估 及类似领域中各种震动进行监测的设备 国际上有要求 这类仪器是禁止运用在窃停上的 我们来具体看一下它的原理吧 桥梁测诊仪改装激光窃停的原理 是用桥梁测诊仪发作一束极细的激光 发射到被窃停房间的玻璃上 当房间里有人说话的时候 玻璃因受室内声音改变的影响 而发作轻微的震荡 从玻璃上反射回的激光 包含了室内声波的震荡信息 窃停人员在户外的特定距离下 用专门的激光接纳器接纳 就能解调出声音信号 从而进行窃停 这种激光窃停器的有效距离 理论上是一公里 而所发射的780纳米激光 人眼根本无法识别 所以说是非常隐秘的一种窃停手段 危害性极高 信息安全专家也透露 激光窃停的按键数量不断上升 那么有什么办法可以防范呢 下面我们就通过实验 来简单地讲一讲防范措施 其实就是改进玻璃贴膜 玻璃贴膜我们加进一些纳米材料以后 引起它里面的晶体的排列顺序 就把那个激光全部折射了 就像我们在水里面 用手电筒 它穿不出水面 是因为折射到水里了 大概就是这个原理 首先我想要只给别管钩 这种玻璃贴膜已经投产上市 就目前来说不是为一个防泄密的好办法 而且已经有企业家给自己的办公室 或者车窗都贴上了这种玻璃膜 但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 完全没有必要这么做 我们只是对这种高科技的窃停设备 进行一个简单的了解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喜欢小军的小伙伴 记得长按点赞 如果对网络安全感兴趣的朋友 请关注我们的账号 我们下期再见